兄弟姐妹宝们我要来啦 这里是雪梨君Sharry 5129抠起来 首先中高考的橘子皮和橘子皮家属们 考试顺利金榜提名 这两天看了好多好多路透 一方面感叹爷爷的美貌 另一方面感叹 他真的总能给橘子皮十足的安全感 那我们来盘变一下这两天路透中的糖吧 首先上张图 这图我要是不说第一眼看 真的真的好像猫猫呀 咱就是说 还有昨天肯德基发的这张图 你抽一抽这余妇帽 这头发长度 还有手里像极了肯了一口苹果的原味机 再配上这个文案回来了 居然被你听了一动了吗 金主爸爸们有没有掌握财富密码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他们一定是练了铁头功 这一个比一个投铁的喂 还有金主们今天换上了荣耀70pro的小尾巴团件 这满满的仪式感呀 是跟代言人学的吗 会得一套一套的 最最让我感动的一个点 是爷爷在录制节目现场 对于橘子皮的态度和反应 比如现场一个方向的橘子皮 冲爷爷喊 龚老师我们想吃西瓜 最后节目录制结束的时候 君子就主动向后 指而指橘子皮姐妹们的方向 想给他们端西瓜过去 虽然被其他老师抢先端走了 但能看出爷爷是惦记着大家的 然后他站在那里看着他们 冲他们笑 跟他们打招呼 当时大家拿着双人头扇 双人包包 双人口罩什么的 他一定是看到了的 但是他从来不避讳 不反感 而是尊重 以礼相待 甚至可以说是宠爱 口罩也值得 还有这段视频 跟大家分享一下 请大家注意镜头前的这个姐妹 当时正举着印着双人快本 戳脸的扇子 啊 姐妹 爷爷这里的反应 真的超级戳我 你们注意到没有 爷爷看了镜头这边两次 第一次是很快速的 瞥到了一眼 第二次 像是回过神以后 特意转过来又看了一遍 所以他一定是 无意中看到了双人扇子 回过后来发现 哎 这不是我跟我老婆吗 就忍不住又转过头来 再看一遍 我真的 永远都会为他们两个人 落落大方 坦坦荡荡的态度 而感动 而落泪 正因为彼此有真情 无真爱 正因为待人真诚 才能做到如此 是全世界最好的猫猫狗狗呀 空感动 最后还有居住下午发的微博 看着包的厚实的样子 披水外加花承衫 那个海边湿深 陆附近的营业男友 简直一去不复法 是谁敢画了你呀 龚老师 三连传发家关注 猫猫狗狗走花路 好